還以為這支OPPO最高旗艦FINEX5 Pro 會來個天璣9000整頓一下 沒想到台灣還是只有包捐萬單一版本 續航一樣廢到笑啊 規格穩戰穩打 價格高居不下 上到FINE系列才是真有料 是說中國廠牌 也就只有OPPO會把真旗艦引進台灣了 提點尊重好嗎? 攝影飛宅他還在搞筆電 所以這次超主觀的話語權 就拉回CINDY我這邊 也感謝OPPO願意捐贈這支OPPO FINEX5 Pro 讓我們繼續說真話啦 置頂留言記得也要看喔 台灣近的顏色肥黑即白 沒有更清更好看的水藍素P版 這張全球國際聯保服務黑卡 就是全球都有保固的意思 但也不能說該有的都有了 偷把Type-C耳機拿掉 還以為我沒發現啊 6.7吋弧形曲面螢幕 加上破200的誇張體重 單手使用超難用 正面玻璃就用上CUNNING VICTORS等級 邊框細細的 螢幕佔比率還行啦 給過 上面山有一排聽筒喇叭 藏有光感色溫感測器 還有一顆用上IMS-709的挖孔前鏡頭 出廠就有保護貼 沒有LED提示燈 一提示陶瓷背板塑膠味超濃超滑手 NFC可以成功觸發Google Pay 有無線充電也有無線反向充電 這牌制就是跟哈蘇聯名啦 最重要的IP68防水防塵 沒有缺席喔 跟被蓋電一起的鏡頭模組 全都沒有雙環星軌補吸燈 不夠炫炮 側邊分離式音量大小鍵 有點歌手 不帶透不行啊 另一邊的電源鍵 加上綠色塗料 一樣有在歌手 底部是另一邊的立體揚聲器 Type-C給到USB 3.2 捐觸 可以金箱投放10K畫面 也有OTG 旁邊一顆麥克風 這個5G加5G雙卡雙代 NanoSIM雙卡槽 其中SIM2可以支援1SIM 但還是不能擴充容量 頂部就只有孤單的一顆麥克風 沒有3.5mm耳機孔 全是鋁合金中框 5G頻段跟蘋果不相上下 給到超爆多 全台通算是一定要的 你可以插兩張實體卡 或是插一張NanoSIM 外加eSIM 來達到5G加5G雙卡雙代 不過Wi-Fi這邊就偷了一點 不是最高的Wi-Fi 6E 但它本身沒有UWB超寬頻晶片 就不知道會不會跟上一代一樣 出個搭有UWB的手機殼 至於藍牌5.2 測到APTX ADAPTED 測到LZEK 但是LHDC有限制 一定要配OPPO ANCORX系列 或是ONEPLUS 80 PRO系列的中無線耳機 才能成功啟用LHDC 跟小米學壞了 只是自家的喔 但其他該有的NFC GPS 50W無線充電 15W無線反映充電 再加上IP68防水防塵 FightX Pro身為旗艦 就用33990把規格通通堆推到好 評段給的多是多 但關鍵還是要看5G的體感延遲 會不會誇張的大 這顆S8 Gen1 外掛的Snapdragon X65 5G晶片 遊戲打起來全都順溜溜 至於會不會掉風暴 訊號會不會飄 就看數據吧 這款E4 Armonet曲名螢幕 用的不是三星最新的E5 10bit色彩深度 拿到手機上來看 是滿無感的 扯的是3K解析度 像素密度525ppi 讓電力一直狂噴 倒不如給我400ppi 肉圓看根本沒差 還比較省便耶 好險螢幕解析度可以調成 弱易階的FHD+,也有智慧切換解析度 用上的LTPO 2.0 我們是都會切到120Hz啦 還可以跟QHD+,同時打開 螢幕色彩模式裡面 除了有生動、自然 它有專業模式裡面的戲院跟鮮豔 總共四種模式 一樣要先選好模式再調色溫 不然被蓋掉會很不爽 下面有2萬超高畫質引擎這串 手機有一點溫就會強制關掉不給開 一樣很保守 滑手機最常用到的SDR內容 就是要看SRGB的色域可以給到多少 生動模式給到破百的成績 自然模式就相對入了一咪咪 但是都有及格 專業模式裡面的戲院跟鮮豔 這兩個模式 SRGB色域也都能飆到99.8% 跟133.1%的涵蓋範圍 超猛 不過到了看的HDR會用到的DCI-P3色域 怎麼就弱掉了呢? 生動模式的紅色爆掉讓誤差超級大就算囉 換到自然模式這邊 紅色正常了 但DCI-P3涵蓋範圍卻還是小的可憐 專業模式的鮮豔 就還是會被紅色搞到誤差很大啦 看HDR內容 全部就只有專業模式裡面的戲院 可以達到該有的水準 97.6% DCI-P3 白平衡誤差值越小 紅綠藍三元色的線就會越密 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自然模式的線 比左邊的生動模式還要密一點點 這就代表自然模式的誤差值 比生動模式還要小一點 最小的白平衡誤差值就在專業模式的戲院這邊 Δ1來到2.1 差一點點就符合我們Δ2的極格標準 接著色彩誤差值 生動模式還是很慘 跟白平衡誤差值一樣都很大 最後終於在自然模式看到極格的色彩誤差值 平均Δ1有1.6 這才過關 至於專業模式裡面的戲院跟鮮艷兩模式 一樣是紅色在搞鬼啊 最大色彩誤差值Δ1都會爆到53.1 兩個模式的色彩誤差值都沒有達到我們Δ2的標準 4個模式的SRGB色彩都有積格 完全沒有毛病啦 但是要看HDR電影就一定要切到專業模式裡面的戲院 這樣色彩才會夠 色彩誤差值呢 就只有自然模式可以達到我們 劉台1小於2的完美標準 其他模式的誤差值其實不算太大 但也不算小喔 總而來說日常使用又常看片面的話 就長度在專業模式裡面的戲院吧 4個模式測出來的亮度 就只有專業模式裡面的鮮艷 突破衝為成功破千 強光現在是可以判讀手機的內容 但也不到看得超輕鬆的程度 換來看HDR影片 峰值亮度可以再高一點 聲響模式也成功破千了 最大亮度就在專業模式裡面的鮮艷 比隔壁的小米12還要亮喔 影音串流這邊 Disney Plus還是不能播HDR 但Netflix就能解放到HDR10 HEVC 有FHD的播放能力 也能支援到L1等級 還是要到Youtube才能螢幕大解放 多到2160P、60HDR的內容 極限音量看下去 雙喇叭同時處理 聲音爆幹大也很厚實 老實說聽起來不錯喔 但就是高頻的地方比較隧一點點 跟Find X3 Pro一樣 不比全景深 有環境音效的四種模式 場景音效也給你另外四種模式 一樣要連上耳機才能關 很奇怪喔 打開高槍的模式 開到最大記憶體拓展 然後丟進遊戲空間 那來跟上次虐爆S8 Gen1的iPhone SE3 相轉一波 沒想到分數一攤 S8 Gen1居然跟A15 達到不分上下 開掛啦各位 接著繼續跑極限壓底測試這環節 兩邊的分數就都會掉一點 S8 Gen1甚至還會贏A15一點點 就連最低分都給到1603分 完全不像之前在S8 Gen1會看到的表現 蠻料的 還以為S8 Gen1終於殺出血路 但是連續熟悉到最後就不要扛了 前夕一忙忙關鍵時刻軟下來 穩定輸出不夠力 時間一久分數一樣 會被S5狠狠壓在地上捏過去 上面跑過一輪 FyX5 Pro花了58分鐘 掉了24%的電 從跑分前的跑分結束 溫度會上升到43度 是比realme GT Neo2的44.5度低點 但是63.6%穩定度 相比GT Neo2的S888 還是低的可憐 這次的OPPO最高旗艦 吃得到120Hz的遊戲 少得不可思議 重點是幀數還會被鎖爛 全部21款 沒有一款遊戲跑得滿120fps 榮單本頻道最慘遊戲支援No.1 那接下來這一整排呢 就更慘了 只支援到最高60Hz螢幕刷新率而已 畫面幀數也一樣被鎖在60fps 遊戲支援性比FyX3 Pro還要慘很多 今年期間FyX5 Pro玩起遊戲 雖然不卡 但也不夠爽喔 我們用核附的線加上80W SuperV充電頭 插上手機 台灣電壓110V只能跑到66W SuperV 沒有辦法吃到極限的80W 從沒電狀態 充電1分半就能開機進化面 這時候線拆瓦數會來到51.5W 半小時可以充到60% 要充滿就要花上53分鐘 充電速度被一樣是5000mAh電池容量的 realme GT Neo2屌尿了一波 我們也實測 步驟自家的SuperVoot協定 就走PD18W 半小時只能充進手部垃圾的37% 一小時居然只有54% 慢到往生啊 要充滿5000mAh要花上兩小時多一點 步驟特歸就是這樣 再來一樣走110V 用台灣沒有賣的原商 50W AirV無線閃充充充電板 就算關掉會讓功率變小的充電經營模式 手機放上去一樣只會顯示在45W AirV 吃不到50W最高功率 充3分鐘可以開機進化面 充了半小時可以充到43% 之後要充滿全部的電量 需要花1小時08分鐘 無線充電的速度 屌打慢吞吞的小米12 續航的話呢 我們就關掉耗電異常追加化 開好開滿O1超高畫質引擎增強 打開螢幕關閉鑰式AKAOD 再調到QHD+,加上120Hz螢幕刷新率 至於高雄的模式 NFC藍牙這些東西 我們老樣子都開好開滿好不好 早上上班之前9點10分充飽電力開充電器 中間不玩遊戲不拍照 偶爾就偷個藍划個社群 回個Line 到傍晚6點15分下班 剛好沒電關機 我這種超級輕度使用者 總續航都只能撐個8小時 更何況是攝影肥仔那種 手機重度撐一換著 想到就怕 但是傳說對決特效全開打起來 S8千萬的續航意外還可以喔 打完一場9分半的順風場 掉點3% 摸起來也是溫溫的 不會燙 手機出廠 預設Android 12的ColorOS 12.1 用起來就跟Find X3 Pro差沒多少 通話錄音邏輯也都一樣 之後有機會會再出一篇詳細說一下 屌屌的跨屏布簾 還有軟體教學 不過要開自動亮度 不能從通知列直接調 一定要進設定畫面 才能開自動調節 是滿廢的 像Ladybar的單手模式 還會砍掉一點畫面 滿難用的 還有就是打開高效能模式 通知不要點也不要重開機 不然高效能模式 會被偷偷關掉喔 執行記憶體 記憶體拓展 給到3GB、5GB、7GB 也可以關掉喔 自動啟動還是一樣會鎖20個APP 沒有掌勁 落工任務一樣 不能直接進去調APP權限 超煩 螢幕關閉樣式 就是俗稱的Away Sound Display 很醜但滿好玩的人像會影 也都還丟著 OK Google 可以在任何狀態中喚醒 也可以把電源側鍵 改成Google助理的快捷鍵 很久沒有好轉 在推拿枕間後枕時 一個孩子指著我的肩膀問 你肩上的阿杯是不是很重 最後 指紋快速啟動 強烈建議要打開啊 將手指解鎖壓著不放 移到Apple上就可以快速打開 用來行動支付超方便 最多可以登五顆指紋的 光感螢幕指紋辨識 一顆指紋只能登錄一次 不能重複 速度快是快 但是六成的失敗率 就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太乾了 所以還是要靠這個超強單一組的 臉部辨識輔助一波 妙一下就給過 口罩帶一半也能成功解鎖 超聰明 把掉超好玩的顯微鏡 鏡頭縮水到三顆 給了兩顆Sony IAMS 766 但這50MP足鏡頭 有OIS光學防手震 旁邊小小的那顆長焦鏡頭 能拍最遠20倍數位邊焦 內建相機全都不能掃QR Code 32MP前鏡頭 右上IMS 709 採用泛焦處理 就不是自動對焦了 後鏡頭可以拍0.6倍到最遠20倍 只有來到15倍以上 右上才會出現取景框 右下角有眉眼功能 還常有一堆濾鏡 閃光燈開自動 HDR也開自動 才能同時打開 AI 場景增強記得搖開 右邊點點點 微距倒數計時 畫面比例跟更多設定就存在這 按住快門最多可以連拍20張 後鏡頭都能開幅隨意 50MP使用之後 就只剩下0.6倍跟1倍兩個焦段 不支援快速連拍 不能自動對焦的前鏡頭 只有兩個焦段可以挑轉 長按快門無法連拍 有HDR沒有AI場景增強 右下角有一拖拉庫的美顏 濾鏡當然也沒少啊 後鏡頭錄影在4K解析度 只看AI影片增強 可以拍0.6倍到20倍無縫邊焦 左下角能調光圈的虛化程度 畫質會降到1080p 30 右下角開美顏 就只支援720p 30 但只要超級防抖Pro一開 畫質就會自動切到1080p 60 切到一倍焦段 會變成超級防抖 不是Pro 後鏡頭轉眼模式 弱檔可以拍1倍到5倍邊焦 切到ROOT PLUS 焦段就會是固定的 其他模式大概就這些 看過就好啦 超級防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隻OPPO旗艦沒有什麼致命傷啦 比較難以理解的是拔掉超好玩的顯微鏡 還有就是高通包捐腕 分數剛開始很漂亮 輸出卻不穩定 5000mAh的續航也是弱弱的 噴電噴起來超誇張 兇起來一天至少兩充跑不掉 110伏特要充滿電還要花將近一小時 價錢更不像realme壓得那麼低啊 主力機從三星Galaxy X 25G 換到OPPO Find X5 Pro 我才深刻體會到 之前攝影費所說的 中國超會做體驗這件事情 App秒點秒開 拍照介面超級順 傳來更是一點都不卡 直接之日我的社群焦慮 那疙瘩最重的呢 還是手機的PD只給18W 要有走Superbook 還要隨身攜帶這顆 體積不算小的特軌充電頭 超級麻煩 我們是也有遇過一件事啦 手機過熱手相機介面亮度 回到桌面亮度就會回來了 LTPO 2.0我們實測下來可以低到1Hz 不是官方所說的10Hz喔 再來測到120Hz的遊戲 少得可憐 根本測不出玩遊戲會不會掉刷新率 整數還吃不到該有的水準 倒是遊戲每款玩起來都順流流 最後主打的拍照 就老話一句啦 相機規格堆的再高 拍出來好不好看 還是要靠鏡頭後面的那顆腦袋 我是科技狗的Sindy 先護人才是買護人 之後出了技巧教學 記得一定要看才是完全體喔 記得留言記得哈 一定要看 掰掰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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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